南中国海是个地理概念 就是图中显示的这个深蓝色的区域 就是中国以南被越南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文莱 菲律宾 台湾包围的这个海域 我在大陆上学学地理的时候 说南海有四大群岛 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 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 但是严格意义上 中沙和东沙很难准确地称为群岛 例如所谓的中沙群岛 除了在东面隔得很远的黄岩岛 有一些在低潮时会露出水面的礁石外 整个中沙群岛其实都是常年在水下 5到50米的暗礁和暗沙 1934年中华民国政府出版的《中国南疆域》详细地图中 第一次用了11段红线宣称红线内都是中国领土 有迹象显示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并不太清楚 它勾画的这个范围内包含的是什么 例如这11段线的最南端 它开始以为是一个沙滩 所以最开始把它叫曾母滩 后来才听说原来那是一块 常年埋在十多米水下的礁石 这才把它改名叫曾母暗沙 中共基本上继承了这个说法 只是把民国政府的11段线最后两段靠近越南的两段去掉了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地图上常看到的9段线 我从小被教育也是中国领海最南边是曾母暗沙 我当时看见我们的领海延伸到别人家门口 虽然感觉有点奇怪 但是也没细想 还觉得挺骄傲的 对于曾母暗沙这个名字也望闻生意的猜想 可能是一个姓曾的老妈妈在那里住过 后来才知道曾母其实是英文名字James的音译 这里的James是19世纪英国的一个探险家 他曾经在曾母暗沙东南边这块陆地 就是现在马来西亚沙拉越州 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国王的一个殖民地 显然当时的民国政府和后来控制大陆的 中共对这些线段内南中国海大量的海域 和上面的零星礁石并不是很了解 更谈不上经常性的管控了 画的这个范围的依据主要是 一方面是历史原因 比如说根据清朝明朝甚至元朝的文件 有什么记载等等 另一方面是声称中国渔民历史上 到过这些地方打过鱼 当然这些说法都是很牵强的 如果清朝版图现在还算数 我们有更多证据要求俄国退还他们占领的海森外 中国渔民到过的这种说法就更不着谱了 因为附近其他国家的渔民肯定更经常到那些地方捕鱼 那为什么1934年中华民国这么画的地图 周边国家没人抗议呢 主要当时周边还没啥国家 那时菲律宾是美国用2000万美元从西班牙殖民者手里买过来的 还在美国的管控下 马来西亚各个州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 而文莱帝国已经衰落的不行了 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 叫法蜀印度支那 其实1933年 法蜀印度支那还真的占领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一些岛 并宣布吞并 正式将西沙和南沙群岛纳入法蜀印度支那 并在上面设立了几个气象战 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打扰或驱赶在那里捕鱼的中国渔民 而当时也没有互联网 这些国家的人也没有立刻知道民国政府出版了这么一个地图 把这么巨大的海域都定为中国领海 后来这比糊涂仗在二战时被日本搅得更糊涂了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占领了台湾和法蜀印度支那 也就是越南 日本当时就很随意的将西沙和南沙群岛 划入了当时由日本统治的台湾的管辖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 中华民国政府和法国都再次试图宣称 对南沙和西沙群岛的处权要求 原来定好了中华民国政府和法国 就南中国海的南沙和西沙群岛要进行一次谈判 但是很快法国就和越南当地的谋求独立的越南人 发生了法越战争 法国自顾不暇也就自动放弃了和中华民国政府 就西沙和南沙群岛所有权的这个谈判 那么于是呢 中华民国政府于1946年11月就派出四艘军舰 前往日本声称占领的西沙南沙群岛进行接管 特意要注意了 我们刚才提到中华民国政府去南中国海接收的 主要是针对西沙和南沙群岛 其中根本没有提到中沙东沙群岛这样的概念 当然中华民国军舰走了一圈 发现在西沙南沙群岛能有些尺寸的 能真正称为岛的还真没几个 那么民国政府就在西沙确立了两大岛 用其中两艘军舰的名字命名 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西沙的永兴岛和中舰岛 其中永兴岛最大有大约两平方公里 而那个中舰岛其实很难助人 因为台风大潮的时候经常会淹没岛的大部分 另外民国政府在南沙群岛也找了两个大的岛屿 用另外两艘接管的军舰命名 其中最大的是太平岛面积大约0.5平方公里 第二个是中叶岛面积大约是0.4平方公里 当时民国海军在岛上立了个碑 在碑旁边举行了接收仪式 举行了升旗典礼 还在太平岛设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 隶属当时的广东省政府 当时在太平岛中叶岛以外 还在南威岛 南紫岛 景洪岛 北紫礁等地 也设立了管辖机构并派军人驻守 也就形成了当时民国政府对南沙群岛一些较大岛屿的主权管辖 民国政府进行这个行动时 因为当时南中沃海周边很多国家 还在折腾本国独立问题 谁也没有功夫和心情关注 后来国民党开始忙于和中共作战 对一些小的岛礁也就逐渐开始放松管制 等到1940年中共占领大陆以后 中共顺便占领了西沙群岛中最大的 可以驻人的永兴岛 同时二战后 法属印度支那也重新占领了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另外一些岛屿 1956年越南从法国独立出来以后 法属印度支那占领的那些西沙南沙的岛屿 也就被南越顺理成章的继承接管了 1974年中共和南越的西沙海战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1974年1月份 当时美国已经决定停止打了将近20年的越战 准备从南越撤军 中共抓住机会和当时控制西沙群岛的一些岛屿的 南越海军发生了一次小规模武装冲突 中共称其为西沙海战 这次战斗的结果是中国确立了对西沙群岛的实质的控制权 在以后的多年 南中国海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对浮原辽阔的南沙群岛各个岛礁的控制权上 中华民国到60年代都一直在最大的太平岛和中叶岛有驻军 越南从法属印度支那那里也继承了对很多南沙岛礁的实际控制权 从50年代开始 南沙群岛周边的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相继独立 这些国家也开始接管一些 他们领土比较近的南沙群岛的岛礁 这些国家的依据是国际法认可的无主地先占原则 也就是一个国家可以占领控制拥有荒芜和在法律上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 期间也发生了一个比较特殊和有争议的事件 1971年7月当时有一个大台风要来 驻守在中叶岛的中华民国驻军 暂时转移到比较大的太平岛躲避台风 那么菲律宾趁机派部队就登陆中叶岛 开始实施对中叶岛的实际控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 中共因为忙于在大陆搞各种各样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等等 对南沙群岛没有任何的实际的介入 其实国际上对领海的定义 以及对海上不同区域各个国家的权力的认识 长期以来都存在认识上的不同 于是从50年代开始 联合国先后开了三次国际海洋会议 前前后后历史二十多年 于1982年终于各国代表达成共识 决议出台一本整合性的海洋法公约 而公约真正生效已经到了1994年10月16日 中国是签署和正式批准该公约的150个国家之一 美国虽然签署了该公约 表示美国政府认可该公约的理念 但是美国国会却因为担心参与这样的国际公约 会削弱美国主权 所以到目前为止 美国国会还没有正式批准它 美国对批准国际公约如此谨慎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美国给予参与的国际法规很高的法律地位 支比美国宪法低而高于美国国内的一般法律 也就是在美国国内法律和美国批准的国际法冲突时 美国要优先执行国际法规 这其实也体现出美国和中共 对国际契约的一种根本的不同 美国要么不批准 批准了就会认真执行 而中共可以根据当时的需要 毫不犹豫地签署任何国际契约 而在它又随时可以把以前签署的契约 当作历史文件扔到一边 我行我素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994年生效的这个联合国海洋公约 是一个里程碑的文件 它给签署国树立了一个国际海洋的行为准则 不管各国以前怎么干 1994年以后都应该按照该公约行事 该公约对有关群岛定义 专属经济区大陆下海床资源归属等等等等 问题都有了详细的规定 图上显示公约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一些定义 其中领海基线的概念非常重要 它通常是沿海国大潮低潮线 但是在一些海岸线曲折的地方 或者海岸附近有一些系列岛屿的地方 允许用直线把海岸和岛屿上的一些点连起来 成为该国的领海基线 基于领海基线 它向内陆一侧所有的水域和水道都称为内水 对于内水 各国国家有权制定法规加以管理 其他国家船舶不能通行 那么基线以外 12海里的水域是该国的领海 该国可以制定法律规章加以管理 并运用其中的资源 在不伤害领海国的情况下 外国航船在领海有通过的权利 而军事船只在领海国允许的情况下 也可以通过这个领海 那么领海基线以外 不超过200海里的范围 为该国的专属经济区 专属的意思是有排他性的概念在里头的 那么专属经济区所拥有的这个国家 可以对此它进行勘探开发 使用海床和该水域自然资源 也可以建立人工设施 而其他国家在该区域有航行和飞跃的自由 还有其他一些自由 例如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等等 那么下面这个图中 蓝色虚线显示的是南中国海周边各国 如果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的 各自的专属经济区的范围 事实上 80年代以前在南沙群岛海域 虽然个别岛屿和礁石有实质管控的问题 整个来说各国之间还基本是和平相处的 有时不同国家渔民在海上碰见 还会互进研究 例如七八十年代 中国科学院在当时越南广辖的万安滩海域 进行科学测试时 越方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中共第一次色逐南沙群岛已经是1987年的事了 当时的理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有一个全球海平面联合测试计划 中共声称受委托在南沙群岛要建一个序号为74的观察站 中国选择南沙群岛有个叫永蜀礁 作为第74号海洋观察站的战旨 并派出海军编队到南沙群岛相应海域建观察站 那么1988年中共再次进驻南沙 并和越南在南沙的赤瓜礁发生了一个短暂的武装冲突 冲突结果是中共控制了南沙群岛的永蜀礁 华阳礁 东门礁 南巡礁 珠碧礁 赤瓜礁 共六个岛礁 说是岛礁 它们其实就是一些露出水面的石头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中共当年公布的这些照片中看到 在其后的20多年 因为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原因 中共发现它完全没有能力 在距它上千公里以外的南沙群岛保持控制力 所以对南沙群岛基本上是采用一种保持健壮 回避冲突的态度 例如1994年4月 中国从广州派出的海洋地球物理勘探船 进入南沙西南边靠近越南的万安滩海域 进行海汽资源勘探时 在越南一方阻挠的情况下 中共就选择离开了 当时对于属于中沙群岛的黄岩岛 中共也基本是采用相同的态度 1997年5月 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对峙 最后中方海监船在对峙三天后也主动撤离了 而且在2002年11月 中共甚至和东盟10国签署了一个 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共10款 其中包括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规原则 包括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 透过友善切磋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述足武力 各国承诺保持自我克制 不采取是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为 包括不在现在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 或其他自然构造上居住或建造建筑物等等 但是随着中共经济和军事能力的不断增长 中共对南沙群岛以及中沙群岛黄岩岛的态度 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 特别是2012年6月21日 中共国务院设立了一个地级市叫三沙市 专门用来管下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三沙市设在西沙的永兴岛上 随后从2013年开始 中共开始在南沙群岛的七个岛礁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水里的石头周围 开始大规模的实施填海造岛的工程 官方名称叫做鹿域吹田 中共有亚洲第一大的挖掘船 叫天津号 它被中共称为造岛神器 这个可以航行的挖掘船 一边挖掘胶盘周围的珊瑚沙 一边把珊瑚沙和水混合物 用喷射的方式排放到礁石附近 在水中的礁石附近 逐渐填出一个岛来 根据中共自己的报道 从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间 天津号多次往返于南沙的 华岩礁、永鼠礁、赤瓜礁、东门礁、南巡礁 五个礁盘之间 累计工作174天 按照每小时吹田海沙 4500立方米计算 天津号在南沙五个岛礁 吹田超过1000万立方米的沙土和海水 大约相当于三个美国湖府海坝 消耗的混凝土 整个过程对南中国海脆弱的 珊瑚礁生态系统几乎是毁灭性的 中共疯狂操作的结果 是在短短两到三年的时间 就把南沙群岛中的七个礁石 变成了南沙的七个大岛 从此这些礁石已经不叫礁石了 而叫岛了 例如前面提到的永鼠礁 现在已经叫永鼠岛了 中共还在这七个人工岛上 修建了大量的建筑物 包括灯塔、军营、发电站、雷达站、通讯站 海水氮化厂等等 这七个岛中最大的是美济岛、珠碧岛、永鼠岛 这是这三个人工岛建成后的卫星图 在卫星图上可以看到 中共修建了港口、机场、机库、医院、体育运动场等等 各种军用民用设施 已经基本形成了城镇规模 这完全违背了中共在2002年与东盟十国签署的 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 这三大人工岛再加上三萨市政府所在的 不断填充扩张的西沙最大的永兴岛 在南中国海 中共目前有四个拥有大机场的岛屿 这个岛屿的机场跑道长度 大约都有3000米 宽50多米 可以起降空客A320系列 波音737系列的民航客机 也可以起降各种轰炸机和间接机 这四个岛可以对南中国海实现全面覆盖 按中共的说法就是相当于有四个永不沉没的超级航空母舰 随着中共在南中国海军事力量的增强 中共进一步把它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 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当作历史文件扔到了一边 完全按它对南中国海归属的解读采取各种行动 2017年7月 中共派出多艘武装船 把在万安滩进行地质勘探的越南勘探船赶走 然后中共的勘探船在同年7月8月9月 三次进入万安滩进行详细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勘探 按中共的报道 这是报了1994年中共勘探船 被越南从万安滩赶走的一箭之仇 但是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规定 万安滩是在越南领海基线200海里之内 应该属于越南的专属经济区 2012年4月 中共和菲律宾在黄岩岛再次发生对峙 结果是2013年1月 菲律宾外交部长不得不承认中国已实质上控制了黄岩岛 菲律宾船只不能再进入该海域 我们也知道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只有100海里 应该是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的 在普得已的情况下 2013年菲律宾以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执法和岛域开发活动 以违反了联合国海洋公约为由 向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机构 常设仲裁法院提出仲裁要求 中共拒绝参加在海牙的 这个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国际仲裁法庭所举行的听证 并坚持表示这个法庭没有对这个案件的审判权 2015年10月仲裁法庭称其有审判权 理由是中国和菲律宾都是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签署国 2016年7月12日仲裁厅公布仲裁结果 仲裁厅五位仲裁员一致裁定 中共对它的九端线范围内的资源拥有历史性权利的这种主张 并无法律预计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仲裁法定还否认中共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 表示该行为给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要求中共立刻停止在南海的类似活动 同时有趣的是 法庭还判决 目前由中华民国台湾当局实际控制的 自然面积最大的太平岛在内的所有南沙群岛露出海面的区域 最多只是礁而非岛 因为其自然条件不足以支撑和维持常住人口 因此拥有太平岛 最多只能产生12海里的领海 而不能产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而中共占据的例如美济礁、珠碧礁等等 在天然状态下只是低潮石露出水面的石头 这种礁石连15海里、领海的概念都不能产生 就更别提200海里范围的专属经济区了 同时中共在低潮、高地建造人工岛的行为 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 但是在中共的压迫下 仲裁结果公布的第二天 联合国官方就表示 此案仲裁庭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 不属于联合国的司法机构 因此其仲裁结果 联合国不会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申请强制执行 虽然菲律宾在国际法庭上获得了全胜 但是因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对仲裁结果无任何执行的意愿 对中共也无任何执行能力 结果实质意义 菲律宾还是等于得到了零 这个现实直接造成我们在节目开始时 讲的菲律宾渔民格伦一家的凄惨境遇 现在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转而对中共采用随进政策 不再寻求对黄岩岛的主权要求 只是恳请中方允许菲律宾渔民到黄岩岛海域捕鱼 中方表面答应实质上却还是我信我诉 2019年6月又发生了一艘菲律宾渔船 在南海被中国船只撞沉的事件 南中国海其实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旗的一个步骤 中共对南中国海不会停留在目前建造和军事化的 这几个人工岛这一步上 2017年习近平在开启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的 中共十九大开幕会上表示 中共将继续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 同时向国外辐射影响 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树立榜样 而且特别提到要积极推进对南中国海岛礁建设 也就是对南中国海岛礁建设 已经成为习把自己塑造成 能够开疆阔土的一代伟大领袖的一个重要措施 中共采用先强占 然后造成继承事实的办法 逼迫菲律宾认可它对黄岩岛的主权 这难道仅仅是为了中国渔民 在那个1000公里外有个捕鱼场吗 这里显示的是黄岩岛的卫星图 有人分析 中共目前在搜集黄岩岛附近 10年以上的潮汐洋流降水水位等资料 这是为了其在黄岩岛施工作准备 黄岩岛礁盘很大 约15平方公里 如果开始实施中共的陆域吹田工程 工程量极为庞大 将是南沙七岛建设工程量的数十倍 我们往更大再想一想 前面提到中沙群岛除了黄岩岛 其他都是水下5到10米的暗礁暗沙 但是中共却在地图上执着的把它叫群岛 还在地图上画出一些不露出水面的 星星点点的小岛屿 也有人分析 中沙的大环礁长14公里 宽60公里 一般水深10米以下 是南中国海最大的不出水环礁 如果全面进行陆域吹田 陆地面积可达7000多平方公里 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工程 其对南中国海生态的迫害 和现有国际秩序的迫害 同样会是不可思议的可怕 美国在这个关键时刻 再次主动承担起他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国国务军蓬佩奥在7月13日发表声明 指出中共在南中国海领土声明完全不合法 中共在以霸凌的方式企图控制南中国海 在美国的带动下 澳大利亚也于7月25日 向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提交声明 表述 澳大利亚否认中国 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主张 它不符合联合国海洋公约 是无效的